RM 覆盡 媽媽的雨快一點 花開啟了啦 笑、咬、咬、說故事 大家好 今天講的題目是 米老鼠 Mickey Mouse 大家都看過迪士尼的這個米老鼠 可是大家知道這米老鼠怎麼來的呢? 這個米老鼠現在應該幾歲了? 七八十歲八九十歲了吧 其實呢 迪士尼 迪士尼他在年輕的時候 他是怎麼樣到城市去的 到堪薩斯 他去堪薩斯的時候身上來大概就有四十塊美金 全身上下中下四十塊美金 可是他很喜歡畫畫 可是他的畫畫呢 他每一次去畫去應徵 沒有一個人喜歡他的畫 都覺得他的畫呢 就是好像沒有到他們所要的 那他每一次的失敗呢 讓他覺得他越來越窮困 窮困到他去租了一個 人家廢棄不用的車庫 就住在裡面 那順便當做他的畫室 那一個 那這個當然 廢棄的車庫裡面當然很髒亂 那裡面也活了很多的生物 包括了一隻小老鼠 那當這個 迪士尼很挫敗的時候 這個小老鼠也在他身邊 他在做畫的時候呢 這隻小老鼠也在他身邊 晚上睡覺的時候呢 他經常呢 這個睜著兩隻眼看著天花板 不曉得怎麼辦的時候 人生覺得好像到了谷底了 那小老鼠也在他身邊 他可能在那天花板上面呢 瞪著兩隻小眼睛在看他 好 那他一直覺得這隻小老鼠 就一直跟著他 他們兩個人好像有一種情誼 有一天他離開了Kansas 他去好萊塢 去幫一部卡通片呢 去當這個其中的一個小製作 但是呢 他所設計的所有的卡通的形象 通通被打回票 就畫得很糟糕啦 這個也不是我們要的 這個怎麼小朋友會喜歡呢 所以呢 他又再一次的失敗 再一次的失敗 突然間有一天晚上 他靈光一閃 他想起了那一隻 跟他深夜呢 作伴的那隻小老鼠 那兩個小小的眼睛 所透出來的光亮 突然間在他腦袋裡面呢 叮咚 閃亮了一下 好吧 就來畫他 就把這個小老鼠的形象 就把他非常可愛的畫了出來 這個就是我們到現在所看到的 米老鼠 就是這樣來的 後來呢 這個 這個 華德 這個 迪斯尼 他從此呢 因為這隻米老鼠 有一點他自己的才幹 也因為他從身邊呢 很多的這些 跟他從小在一起長大的過程裡面 他所印象中裡面的這些事物 都變成了他的靈感 他畫出了非常非常多 很多筷子人口的這些 或創造了很多筷子人口的這個 卡通的形象 米老鼠 是他的第一個形象 所以 我們身邊喔 經常擁有很多的這些 事物 人事物 其實這種中間裡面包含了你很多的 靈感跟機會 都在裡面 你要用心去看看 先來看看